开心很多幸福很多 你觉得自己很美 其实是一个在接纳自己的这个过程 非常需要这个过程的 What you have is now 欢迎回到Amy and Jody的频道 大家好我是Jody 大家好我是Amy 那我们今天接着跟大家聊一下 关于容貌焦虑的这个话题 然后这一趴呢 我们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自己是怎么慢慢的 从这个焦虑中间解放出来的 我自己就是这几天 认真地回想了一下 我自己这个心路历程 其实有一些决定性的因素 和自己的这个message的一些转变 蛮有里程碑的意义的 也希望大家听到我们的这个故事之后呢 可以自己不要再受这些焦虑的困扰 因为我们曾经也是被这些困扰过的人 有这些困扰也是很正常的 对 你也可以就是这样慢慢的去发现自己 然后不再受这些困扰 你会发现你自己的整个人生 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 真的 要开心很多幸福很多 好的 那我自己啊 我自己感觉我首先第一点呢 我就觉得 其实我到某一个时间段的时候 我就开始真正明白了 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完美的人 人和事都没有完美的 就是我在上一旁提到了 我自己其实蛮有这个完美主义倾向的 然后包括对自己的要求 对自己的容貌身材这些 但后来我就发现 随着时间增长啊 你就知道真的有些事情 不能是事在人为 有些事情就是你要 Let it be 你不是说你自己够努力 够怎么样就能改变的 然后我觉得其实在容貌焦虑这一上 我也想通了 真的没有完美的人和事 有没有看过那个周迅的那个访谈 我觉得周迅在我眼里已经是一个 非常灵动非常美妙的女生了 但她自己大概在四十多岁的时候 她就是她有一段时间看到的 所有的所有的这个评论都是在说 她老了 她脸垮了 她胖了 然后她有一段时间就特别焦虑 她就早上起来 不管阳光多好 她坐在沙发上都在哭 好像是她跟陈可欣的一个访谈 中间出道的 然后我也发现很多比较真实的女明星 她真的会跟你分享 她自己也会有这样的 就是你会发现多完美的人啊 她的外貌条件已经是 人类 人中翘楚 对 人类中间最美的几个人 她依然会觉得自己的容貌长得不够好 所以其实这对我也是个安慰 所以人家都是靠脸吃饭的 人家要把脸那么大的放到大屋屋上 还会觉得自己长得不够美不够好 那我觉得我自己 我自己就是个普通人 我就要求我自己有个普通人的长相 我就够了 对吧 我是这样 因为我妈妈长得很美 我妈妈如果是9分的话呢 我觉得我爸只有6分 大概是这样一个scale 然后呢我呢长的是像我的爸爸 我觉得你已经很美了 我长的是像 我觉得 我觉得我从小 我妈妈是这样跟我说的 她说 我觉得中国的父母啊 可能有的时候把这个嘴就是有点贱 就我妈妈会说 你长得像你爸爸 sorry 意思就是你没有长得像我 长得不够美 对 你长得不够美 因为我妈妈是一个瓜子脸 然后是一个尖尖的小小的鼻子 其实我觉得你鼻梁也挺高的 反正 你是有山根的 但是她山根更高 你知道吗 她山根凸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那个视频说我眉毛要画到就画到画到中间 从小看到妈妈的那个标准应该是那样子的 对对 她是这么跟我说的 她说你不是标准的中国美女的长相 所以你要好好读书 就是说她的潜台词就是已经不够美了 就要发愤读书 这句话听进去了的 这样就好好读书这句话听进去了的 那倒是也是有好处的 这也是有好处的对吧 然后这是读书 是到什么时候了呢 到了大学了 有男生来追了才知道 其实自己挺美的 对对对 男生追了 然后到了国外了以后 这个外国男生是分不清楚 中国的古典美女长啥样 她会突然就是我来到国外会突然会有人跟我说 你本来很美的 然后你还会self doubt 你还会觉得说我本来很美吗 就20出头的时候会觉得我本来很美吗 会有这样的疑问 会觉得哦是吗 然后就是一个 你这一点说的真是就是我的感同身受啊 就是因为我也是到了国外之后 经常会被人称赞 我觉得这跟他们的这个语言环境也有关 他们的他们的审美 其实我们到国外生活之后发现国外的审美真的 更多元化 对的 非常多元化 而且我们在办公室真的 我觉得同事之间 他只要看到你的状态稍微好一点 或者是你穿那件新衣服 或者是任何你的妆容上有任何改变 他们就马上会过来进行由衷的夸赞 对对对 由衷的夸奖 而且那种就是你还会觉得特别舒服 对对对 然后你也会就是感觉就他们说的就是真的 你就是应该这样欣赏自己 对不对 对 然后后来后来就随着就自己慢慢的成长啊 然后之前那些experiment也都经历过了以后发现 我发现自己原来是自己长这样然后自己本来的样子 这也30岁以后才有的感觉自己本来的样子就挺美的 而且你要你觉得自己很美其实是一个在接纳自己的这个过程 你是非常需要这个过程的 因为你是你最后的战友 你是你最好的伙伴 你要跟你的自己好好相处 从跟你的外貌 跟你的外形 跟你的这些tangible的things get alone 开始 对 然后才觉得说 这原来是这个样子 还有一个 就我跟Jody之前也聊过 就是现在外貌这个东西呢 它当然还是在我们生活中是有分量的 你当然还是希望自己的状态好一些 然后皮肤好一些 然后身材好一些 然后身材好一些 但是我们好像觉得我们生活里面还有更重要的事去忙 就是这件事情 就美貌这件事情 它不再优先级了 对 因为你会发现你的生活有很多重心 包括 我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 你会真的是会把 生命中真正什么重要的东西看得越来越清楚 对 包括比方说以前年轻的时候 可能会把感情啊 婚恋啊 或者这些都排在非常前面的位置 而且你知道吗 这些东西其实也是引发你容貌焦虑的一个关联 对对对 那你靠什么去吸引 可能很多时候就是 你的外贸的优势吧 对 那一旦你失去这个外贸的优势 那你就会觉得非常的焦虑 对这个外贸的优势 是会随着 这是一个不值钱的一个优势 一定会减少的 这个depreciation就是 还会加速 加速depreciation 就就到后面了 你自己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容貌 这就是你自己 你的容貌好与不好 你需要别人欣赏吗 你只要自己欣赏就好了 对不对 对 就是我们大概就是在某个时间段 想清楚了 这些事情 就Let it be吧 对 我们只要做好努力 对对吧 而且我们做Let it be 我们也不是摆烂 对 就是我们做该做的事情 比如说清洁啊 护肤啊 就定期去做美容啊 然后健身啊 但这些不占据主要时间 对 就是你就是daily routine 就这样这样走就好了 就不会说再花更多的力气去研究 像年轻的时候啊 的皮肤这个颜色好看 啊 nose要这样去contour 啊 妆要这样化 我觉得这个时间会 这个时间是越来越少的 人生衰老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对不对 对 你一定要珍惜最好的当下的这个自己 对 我觉得也是一个 就 what you have what you have is now 对 就你既不活在 过去 你的过去 你也不活在将来 what you have is now yes 就是这个心态非常重要 这是一个mindset 嗯 对 如果你一旦有了这个mindset之后 你会真正知道什么活在当下 和当下的这个意义 而且你 你的选择 你做的事情 这些都会不太一样 嗯 就还有看到一些国外research上说 就有一些人有有貌焦虑 或者有身材焦虑的这样的人 会出现厌食症呀 会出现eating disorder 这样的情况 就这种比较年轻的 就teenager的小孩子 特别是他们喜欢用snapchat 用instagram的 就这些社交平台上面的 我们当然是知道 就作为大姐姐 我们当然是知道 这上面的不是 不是真实的 或者是片面的 就他可能真实 但他不全面的这样一些自己 但是如果在 在这种这种 这种环境的影响下的话 teenage girls 是会做一些非常过激的 不吃饭呀 吐呀 啊 这些我觉得 嗯 这让人看的真的是非常上心的 对 包括媒体 包括社交软件 大家中间传递的一些信息 大家都应该非常慎重的 因为你不知道 这些信息会被 哪些可能年轻的小朋友们看到 他们的价值观 他们的自我认定感 还没有形成的时候 说不定很可能会影响 他们人生很长一段时间 对 他们要在中间做很多的挣扎 才可以再跳出来 所以帮我 包括我们视频中间 分享的信息的时候 我们真的都要认真的斟酌 或者是认真的思考 是不是真的对大家有帮助 不要对大家有任何的 这个 就负面的一些影响 这些我觉得都是一个 作为你在 就是这个社交媒体 这么广阔的一个世界中间 大家一份 应该共同有的责任心吧 我觉得还好现在是 就是三十多岁了 因为我不是之前上一个视频说 我其实try了很多 different方法 那种美妆的technique 如果 如果现在才二十出头的样子 然后我又在YouTube 或者是在社交媒体上 看见这么多technique 现在其实那个打针 就是封唇啊 然后filler啊 这些东西是非常非常 我是在这个industry的 我是大概知道这个industry 它的利润点啊 然后这些东西 对对对 就是你现在选择更多了 能干更多的事情 对你说现在如果我才21 比如说我才21 22岁 然后现在大家都喜欢 把那个嘴唇打得嘟嘟的 嗯 我觉得我是肯定会去打的 嗯 现在还有那个染唇 现在好像大家都对自己的唇部 对特别在意啊 对就是这个 我觉得那件事情 如果是我是在那个时候 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在try different ways 我倒是没有去就是见血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二十几岁的时候 我肯定是会去打那个 会觉得 会觉得很有吸引力 会觉得说 你看当时我迷恋contouring 都迷恋这样 我就可能 可能当时我肯定是会想 要不然我要嘴巴封一下 是什么的 但我觉得 本来就是一个亚洲人的脸 本来你的嘴唇就挺薄的 就挺好看的呀 你干嘛要把自己打得种种的呢 那就是insecure嘛 就觉得自己 不美 还有年轻的时候喜欢去卷头发 就是curly的嗨 然后这是一种什么sindrome啊 就是what you what we want is what we don't have 就别人会觉得说 就比如说那个梅根 非常认同 对吧 非常认同 哈利王子的太太 Meggy Markle 她其实是小卷发的 然后她要花 她好像每 一定要拉直 对她好像每两个月还是什么 就她那种小卷发是很难拉直的 就是一定要去拉直 黑眼的那种自然的自然卷 非常非常小的那种 对她那个很难拉直的 对她那个很难拉直的 对我年轻的时候呢 是喜欢把它烫成大波浪 你真的跟我恰恰想想我特别理解 因为我从小就是自然卷 卷毛 我就是个卷毛 所以我从从大概中学开始 就是一直做拉直的那个 离子离子烫的 一定要拉直 所以就是真的是白天不懂夜的黑 然后各自各自有各自的烦恼 当时就卷 然后因为我头发是天然直 然后她不是卷了以后 她又不怎么卷嘛 然后你要去找各种方法 这个gel 会让她卷得更持久 那个gel会卷得更持久 就 我觉得可能就是时间太多 你知道吗 对功课可能 还没看过你那个大波浪的 对吧 大波浪的 简直了 后来才发现 后来觉得自己 不卷头发的时候是好看的 然后就自然的样子 自然的volume 我超羡慕的你知道吗 因为尤其是比方说我自己的 我到现在还是会稍微处理一下我头发的 因为实在是就是 我头发过于毛躁自然卷的话 就看起来 不会就是比方说professional 对吧 就是你还是会有一个 就是整体形象的要求的 我并不是觉得自己难看 或者怎么样 但是你是可能就有些 毛躁像没梳头 对对 就是你会觉得不够 不够体面 对对对对 可能是那样子 然后我还是会处理一下的 但是我现在也庆幸 我自己是个自然卷 因为以我的发量 如果还是像 像Amy这样就是 非常直 非常非常顺的头发的话 那我真的是也是会非常苦恼的 大家现在知道 这个发量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对吧 所以就是各种焦虑 不管你是哪样子的 你都会有各种 最后你就是 最重要的就是 发现自己原始 是非常非常美的 而且我跟Jody 你长成这样一定有你的特色和原因的 对 而且我跟Jody 有讨论过说 一个人其实总有 Vulnerable的那个点 就总有 Insecure的那个点 对 我觉得那个点是很重要的 作为人是有 Insecurity 然后我们也觉得 这个Insecurity 可能不会永远 不会就彻底的被消灭掉 我觉得这是成为人 他最重要的点 就是你有不完美 然后你有Vulnerability 然后你才会这样也去心疼别人 别人有Insecurity 别人有痛苦 非常对 就是这种感同身受的感觉 其实也是因为你自己 不够完美的点 对吧 你自己有某些缺陷 或者是你有自己不满意的地方 你能够同时能够投射到别人 你永远觉得自己是如此完美 如此的Perfect 但你可能看到别人有一点点 不知道你会怎么judge别人 我们还是比较欣赏 我觉得为什么人性的光辉 人性的光辉就是一种复杂的 对吧 有好有坏 然后不是非黑即白 然后他有些灰色地带 然后你会有你的脆弱 你有你的坚强这些 然后你不需要时时刻刻 保持一个非常刀枪不入的一个形象 对 而且你反而展示一些脆弱的时候 我们会感觉更像一个人 对 所以我们做这个节目 也不是说要remove容貌交易 对 他可能会一直在 对 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减少 对 他 然后我们 不要让他那么困扰你 他一旦不那么困扰你的时候 你真的会觉得 就是会觉得发现自己很多美 发现自己很多好的地方 然后同时也用这个美的眼睛去发现别人 对 而且我觉得如果这个东西困扰你 已经困扰的很少很少的话 你其实可以去节约很多你的思考的能量 然后focus on something more valuable 对 我还有一个就是想跟大家就是提到我觉得对我自己非常帮助的一点就是你要尽量的远离那些对你过度评判 对你让你觉得你自己会doubt about yourself 然后是那种而且是那种非常负面的你就是他对你的一些评价评判总是让你觉得你自己不够好的那些人 你要尽量远离他们去尽量接触那些他们真的从内心欣赏你能够看到你的价值看到你的美好的那些人 就是你自己要也要carefully选择你自己所在的环境和你的生活和你自己所交往的人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能够帮助你不那么受容貌焦虑或是各种焦虑困扰的一个方法 我觉得说的特别好 这一点呢我在我母亲身上就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的母亲是一个 因为我的母亲其实在她的职业上其实是晋升了一个就是好多次的 很优秀的 就是很优秀的一个女性 因为我跟我母亲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如果我选择改变了以后 我周围的人是肯定要迭代是肯定要更替的 OK的 我是不怕放下那些就已经跟我观念不一样的人 我觉得这些人已经换了有就朋友就已经可能就是岁月也好 location也好 其实是换了好几波的 对对那是很正常的 对吧我觉得这是很OK的 因为你不停的在你在进化的话 他如果没有进化的话 大家步调不一致 大家生活这个环境或者观念不一致 慢慢的可能就远了很正常 还有可能是一些朋友进化的太快了 也没跟上 我没跟上呢 这个也是有的 对吧 这个也是有的 但我在我母亲身上发现的一个特点就是 我的母亲在更新迭代的时候 我的母亲放不下那些没有更新迭代的人 就我的母亲会 会返回去把这些人带着他 然后他一直carry这些人 一直到今天我妈妈都不会在他身边筛选 他身边的朋友 就以至于我都觉得 你有的 就像刚刚Jody讲的 那些很negative的东西 你不需要take it with you的 这不是你的duty 对吗 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个体 每个人都是要对自己的生活负责的 就你选择一个方向以后 他如果跟你不align的话 我觉得他离开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 就是calfly选择吧 calfly选择你身边的这些vibe 对 还有就是最后一点我自己觉得 就是大家不要有担心 其实你现在是在每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焦虑 女生慢慢过了30岁更加欣赏自己了 我觉得是有原因的 就是因为你自己比方说专业上的能力 你自己的眼界 你自己的知识水平 你的财富 对你的财富 对你会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 而慢慢被拓展被迭代 到了某个年龄阶段 你自己也会有一种释然 所以如果你现在正陷入这个焦虑的话 希望我们的视频能够帮助到你 但如果你不能马上走出来 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因为大家都是这样慢慢走过来的 然后你就去慢慢的寻找 慢慢的发现 慢慢的成长吧 对好的 那这就是我们就是关于容貌焦虑 想跟大家聊的一些自己的感受想法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大家对抗这个容貌焦虑 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或者是方法 都可以在下面跟我们分享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然后我们会跟大家聊更多 关于女性方面的话题 然后关于我们自己对生活人生的一些思考 大家也记得打开小铃铛 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好的感谢你的收看 对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